現在將為您示範SDS配局的基本操作方法 由於鼻息西安具有神經毒性 全程緊急的帶手套操作 並避免接觸到任何傷口 請依照實驗講義 配置好下層分離膠體容易 和上層膠及膠體容易 請注意 策劃機TEMED及自由機產生者APS 都不要先加入以避免先產生反應 接著鮑鋁脖子閉光 並在標示清楚後放在室溫中備用 組裝鮑膠器你需要有兩個黑色旋鈕 一個玻璃片白色氧化鋁瓷片 一個石膜兩個間隔條 以及鮑膠器還有鮑膠架 這種鮑膠架可以裝兩個鮑膠器 它的底部是一個橡膠墊 可以降低膠體容易滲漏的機率 以海綿及酒精 將一片玻璃片一片鋁片 以及兩個間隔條清洗乾淨 完成後用試鏡子擦乾 接著在飼餘架上晾乾 在玻璃片最上緣 往下量三公分處以麥克筆 畫一條長支線做記號 這個可以當作是下層膠體高度的參考 而且此面記得要朝外 以避免記號會被膠體容易給洗掉 組裝的口訣為 波在外、鋁在內 而且組裝後要滴水不漏 依照鋁片、限隔條、玻璃片的順序 完成你的三明治組合 所隔出來的空隙 就是稍後要進行鑄膠的空間 檢查每個組件是否都有密合 特別是間隔條的溝槽 要貼緊玻璃片還有鋁片 轉送鑄膠器的所有螺絲 製造出一個可以放入三明治組合的空間 再將鑄膠器垂直放在水平桌上 從上面把三明治組合 以玻璃片朝向螺絲的方向 小心的插入鑄膠器內 插入後推至底部 將兩側用手按平 然後稍微鎖緊對角線的螺絲 把鑄膠器底部用手做檢查 確認底部是否平整 以確保膠體容易不會在鑄膠的時候露出來 如果沒有問題 就請把所有的螺絲全部鎖緊 要注意螺絲旋鈕鎖緊時 請勿轉過頭 以免會造成玻璃破裂 拿出鑄膠架 將儲裝好的鑄膠器 從上面小心的插入鑄膠架中 左右各以一個黑色的固定旋鈕 短背朝上一起插入旋鈕孔洞 向內施壓 同時把長臂向上旋轉 180度轉緊 將鑄膠器 穩穩的固定在鑄膠架上 組裝好後 在三明治組合的中間空隙處 鑄滿蒸餾水 觀察並測試兩分鐘 看是否有水從下方滲漏出來 如果有滲漏 表示鑄膠器組合有錯誤 或者是你的底部不夠平整 則需要拆開來重新組裝 如果沒有剩肉 則倒出蒸餾水 以減好的濾紙插入空隙內 吸乾殘留在裡面的蒸餾水 注意 不要把煮好的鑄膠器拆開來擦乾 這樣之前你的組裝就白費了 現在開始鑄膠 本實驗的電勇膠體分上下兩層 成分還有PH都不同 故稱為不連續膠體電勇系統 下層膠體容易的屏息細胺濃度 以及PH值都叫上層為高 請不要拿錯誤 首先 做下層膠體 將離細管拿出 並打開蓋子 在下層膠體溶液中 加入所需讓的TEM-ED以及APS 冬季低溫時APS用量可以加倍 乙地膠體可以凝固 蓋好瓶蓋 上下輕輕翻轉樹下混勻 注意 請不要搖得太用力 會使溶液中的SDS產生氣泡 影響膠體凝固 迅速與塑膠吸管 吸取膠體溶液 靠在一邊的鍵殼條上緣 將膠體溶液注入於三明治組合的空隙內 盡量使膠體溶液連續的沿鍵殼條壁而下 以避免產生氣泡 直到膠體溶液高度 超過玻璃片3公分記號處2mm為直 剩下的膠體溶液 在蓋好瓶蓋後 跟膠體同時靜置 迅速以中型微量吸管 吸取200mL的蒸餾水 靠在一邊的鍵殼條上緣 慢慢的將蒸餾水注入於三明治組合的空隙內 使其位於膠體溶液的液面之上 阻絕空氣並推平及壓平膠體 如果不放心 可以再壓一次200mL的蒸餾水 注意 請不要注入的太快 容易勞動液面 造成膠體的不整齊 等待膠體凝固至少15分鐘至20分鐘 時間是膠體濃度與氣溫而已 低濃度及低溫所需的時間會較久 等待下層膠體凝固的期間 可以按照實驗所需 去製備它進行電容的樣品 時間到時 觀察剩餘的膠體容易 若膠體已經凝固 則三明治組合內的膠體通常也已凝固 可以稍微傾斜助膠架 檢查膠體介面是否已形成而且平整 如果沒問題的話 將蒸餾水倒掉 並用減好的濾紙條 小心的將殘留在空隙的水也吸乾 要注意 千萬不要碰到膠體介面喔 如果看到下層膠體的高度 剛好在做記號處 就代表你做得十分成功 可以給自己一個鼓勵 若膠體介面未形成 可以稍待十分鐘後再檢查一次 若介面人未形成或出現不平整 整體需要拆開來重做 要注意 未完全凝固的膠體容易 仍然具有毒性 還是需要丟棄於指定處 下層膠體成功後 開始做上層膠體 先把尺酥洗淨整瓶擦乾 練習放入三明治組合的空隙中 沒問題的話再取出備用 一樣將上層膠體容易離心管取出 並打開蓋子 加入所需量的TE-MED及APS 冬季低溫時APS用量可以加倍 以地膠體凝固 蓋好屏蓋 上下輕輕翻轉梳下混勻 要注意 千萬不要太用力 會使容易中的SDS 產生氣泡 影響膠體凝固 迅速與塑膠吸管吸取膠體溶液 靠在一邊的鍵殼條上緣 將膠體溶液注入於三明治組合的空隙內 直到膠體溶液達到鋁片最上緣為止 盡量使膠體溶液連續地沿鍵殼條壁而下 以避免產生氣泡 立刻插入尺酥 插入後調整為置中對型 剩下的膠體容易蓋好瓶蓋 並同時靜置 接下來 等待凝固至少10分鐘 時間是氣溫而已 低溫時所需時間會較久 時間到時 觀察剩餘的膠體容易 若膠體已經凝固 則三明治組合內的膠體 通常也已凝固 可以稍微清潔塑膠架 檢查膠體界面是否已形成 若膠體界面已經形成 而且樣品槽的形狀完整 則代表你的上層膠體也成功囉 若膠體界面未凝固形成 可以經過10分鐘的時間等待 如果還是會形成 則倒掉上層膠體容易 重做 未完全凝固的膠體容易 仍然具有毒性 還是需要丟棄與指定處 若樣品槽不完整 則你可以試樣品數量 以及樣品體積大小 來決定是否需要重做 若珠膠成功 可以接著組裝電容槽 把黑色旋鈕向下轉回去 然後拔出來 取下塑膠器 鬆開鎖螺絲 從底部推出三明治組合 先用手或塑膠片移除兩面多餘的殘膠 再用蒸餾水沖洗一下三明治的兩面 注意 殘膠不可以掉入水槽 以免會造成水槽的阻塞 你可以先用麥克筆 在樣品槽底部畫劑並編號 也可以在之後使用導盲片 來對準樣品槽的位置 你可以於此時先拔出此書 或是在電容組裝後再拔出也可以 拔下時請輕柔緩慢的拉出 以免拉斷膠體 用蒸餾水沖洗每個樣品槽 移除殘留在裡面的膠體容易 洗完後倒置三明治組合 稍微瀝乾一下 請霧在水槽中沖洗 以免殘膠會阻塞排水口 如果不先拔出此書 就可以開始進行組裝囉 組裝前 請背腿陽極緩衝液 陰極緩衝液 兩個紅色固定夾 電勇槽蓋 電源線 還有電勇槽 電勇槽內 有在下面的陽極槽 還有上面裝三明治的陰極槽 以及U型軟墊 導電的白金線 還有電極的接頭 首先 取出電勇槽還有紅色固定夾 將玻璃片槽外的三明治組合 貼到U型軟墊上 兩邊對齊 然後 兩邊用紅色固定夾夾住 注意 大邊要槽外 小邊要槽內 盡量靠頂下方 檢查鋁片兩邊的突出物 是否有U型軟墊所在的兩個柱子 完全切齊 以免滲漏 完成後 你可以看到電勇槽 分割出了一個陽極槽 還有一個陰極槽 用兩桶 取出70毫升的陰極緩衝液 緩緩地由上面 加入到陰極槽內 一直加到頂端 硬擦式流出了緩衝液 若還會拔出齒酥 此時可藉由緩衝液潤滑 輕易地拔出 同時觀察緩衝液 有無滲漏現象 如果有 則需調整三明治組合 及U型軟墊的緊密程度 調整後再檢查一次 請注意 一個電勇槽兩邊可以各夾一個三明治組合 另一邊如果沒有要使用 就夾上一片玻璃片 並避免那邊的白金線接觸到緩衝液 接著用兩桶 取出140毫升的陽極緩衝液 加入到陽極槽內 硬面高度 只要驗過膠體底部即可 趕走膠片底部的氣泡 以免無法通電 檢查另一邊的玻璃片 緩衝液不可以碰到白金線喔 把導盲片 貼在玻璃片的表面對準 就可以開始進行靜樣 通常最兩邊的樣品槽 電有效益較差 我們盡量不使用 將樣品依照實驗講義 加入所需量 含有追蹤卵劑的樣品緩衝液 並依照所需溫度及時間處理好 確認靜樣順序 通常先是分子量標記 再預計進樣品1 樣品2 樣品3 樣品準備完後 以微量吸管吸取指定量 接近樣品槽 把樣品慢慢推出 會看到樣品往下沉降 置樣品槽底部 這是因為樣品緩衝液內含有甘油 比重較大 接著依序進樣 完成後取下導盲片 蓋上電勇槽蓋 紅對紅 黑對黑 壓緊 將電源線插到電源供應器上 也是紅對紅 黑對黑 設定好電壓 開始進行電勇 曲線是上下沉膠體的交界 我們可以用快轉來觀察樣品的交集作用 可以看到樣品被聚集在同一個屏面後 再進入到下沉膠體中 電勇期間 若發現應急槽的緩衝液減少 請先暫停電源供應器 打開電勇槽蓋 補滿應急緩衝液 再回復進行電勇 等藍色最終劑 跑到距離底部0.5公分處時 就可以暫停電勇 把電壓降到0 並關閉電源供應器 接著拔掉電源線 取下電勇槽蓋 倒掉兩極的緩衝液 卸下兩邊的紅色固定夾 小心的取出你的三明治組合 記得利用空檔 清洗剛才用過的所有配件 在通風處擦乾、晾乾 以防發霉或生鏽 凝固膠體 請丟棄於指定處 接著就可以開始進行膠體的染色 或是西方轉制術 請記得繼續收看他們的操作示範影片喔